大家好 歡迎來到迎風秋飾的頻道 大家看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讚好 訂閱 分享和留言 記得如果見到廣告的話 一定要幫我們看多點 不要飛掉它 千元不要飛掉它 好了 說起來 今天說甚麼好呢 不如我們說說粵劇的角色分類 好嗎 一般來說 很多人看戲曲都說 十大行當 其實 你知不知道甚麼叫十大行當呢 十大行當 我們要細分很多很多 我們儘量詳細一點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粵劇其實平時不是用十大行當來形容 其實大家聽起來就知道 我們是行六柱制 六柱制是由涉角仙的前輩去改革而成的 好了 不如來考考你吧 就考你了 六柱制 你不用馬上說六柱 六柱制怎樣分呢 其實六柱制最重要是甚麼 當然是男主角 女主角 男主角 女主角 我們就會是 小福文武生 和靜忍花彈 好了 第二男主角呢 第二男主角 我們就叫小生 大家記住 不要想著經常說 你做甚麼 你做小生嗎 其實我們粵劇行當中分 小生是第二男主角 當然 你看電視劇當然會說 當熊小生 小生 一時小生 對 他們稱呼這樣就不同了 好了 接著講起大家 大家經常喜歡看笑片 經常見的就是醜生 是專門搞笑的 醜生 除了叫醜生之外 都會叫做鞭 另外還有是掛鬍 有人叫鬍生 我們都稱呼她是母生 對 好了 講起六柱 其實呢 我們做一個第二女主角 我們做一個二方花彈 你剛才沒有數到嗎 沒有啊 哎呦 對不起 OK 有第一就有第二 對 花彈那邊比較簡單 男生就不是母生 小生 小分很多 正人 二波 接著數下去都是三波 四波 這個待會講 很多時候大家看 除了看戲院外 會看神功戲 神功戲要日戲 日戲除了正彈 是主角那班人 正台的六柱族之外 平日的日戲就是日頭六柱 我們叫二步針 好了 又考慮了 日頭六柱 即二步針又怎樣分 其實我們日頭 當然你也要分文武生 小生 但如果龍龍太整個戲班 他們就是這個 異色和異小 異小 異小是什麼 異色就是日頭文武生 夜晚 夜… 夜晚的第三 好厲害 夜晚做第四 日頭就是小生 就是二少 對 就是二少 日頭的正眼花彈呢 就是正眼花彈 即二步針特計 第三花彈 沒有特別的名字 因為簡稱第三花 對 接著數下去 你數了第三、第四的男生 和第三的女生 接著第四的女生是甚麼 第四就是四花 沒有特別的名字 沒錯 最簡單的 真是二花、三花、四花 那日頭的醜生 嗯… 二邊 好 那日頭的母生呢 二母 對 不好意思 真的很簡單 就是第二批 對 這批就是日頭六柱 我們數多一次 就是二色、三花 然後是二小、四花 對 二邊、二母 對 很清晰 對 是登文寶修 就要小心 很複雜 說起來 角色上面分 名字上面分 花彈是比較多的 是 很多時候大家看得多 例如指差記 有個媽媽 媽媽這些 通常是老彈的角色 所以我們會有個滷蛋 對 不是滷水蛋 不要只顧著吃 那 不要這樣 我已經肚餓了 除了滷蛋之外 除了第四花彈會有話說 如果對落還有花彈要有話說 其實以前還有個第五花彈 其實是一直數下去 對 不過現在就比較 沒有怎樣用 沒有特意去稱呼 也不會叫她做 對 第幾雅 很奇怪 對 所以通常 例如第四花彈有話說完 之後還有話說的話 可能派一個比較多的梅香去做 這樣就算了 對 或是你計算是等於日戲的第三 可以 那她晚上就是第五 對 男生一樣 那就日戲的第三 對 就第五 對 說起第五花彈 其實不要說平時做普通戲 對 你有沒有記憶中 通過一些泥氣或甚麼會出現 有第五花彈 就例如 氣爬 我們做風扇的時候 其實跳頭朗 即螺旋 那個就是第五 通常都是 對 大家留意一下 風扇會有兩輪螺旋 通常第一輪跳出來跳廊 跳螺旋的那個女生 就是第五花彈 對 用回十大行當裡面來說 十大行當第十項就是雜 對 雜的 看甚麼統稱呢 就是一些次要的角色 或者一些群眾演員 他們就叫統稱 說起群眾演員 大家其實看電影 不只是看前面 後面有很多人 其實很努力在一起做 不如舉些例子 例如我們先說說女生 女生通常大家都是叫梅香 梅香普遍就是做一些士皮 工女或者是女兵 對 但是統稱 統稱就是做甚麼 做梅香 對 然後例如我男生 很多時候就說 你做甚麼 我做手下 手下 其實包括甚麼呢 手下 我們一般來說 是屬於無腸類的 男生的群眾演員 例如有些甚麼呢 冰桌 或者一些家丁 這些我們都會叫手下 而手下 其實在曲上寫得很有趣 以前手抄曲 手指和下指是連體的 大家可以看一個圖 沒錯 就是這樣的 好 接著說起 除了手下之外 還有一個大家都會說的 就是拉扯 拉扯 都是一般說一些 一些男的角色 又是一些行角的演員 有機會可能開口 即是可能要過一下骨 對 有些事情要做 然後除了講完母腸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糖蛋 糖蛋就是屬於文腸方面的群眾演員 有些甚麼呢 譬如是一些牙液 差液 或者是一些太監 那些 以前那些手抄曲 糖蛋這個字 也是把糖蛋兩個字 連在一起寫的 就是這樣 好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甚麼呢 我們之前也有提過的 就是五君斧 五君斧是甚麼 就是我們叫做武師 當然是武場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還有有時可能做馬童 那些都會有 對 大家看平時打馬上的時候 有個馬童 反彈的 那個都是五君斧 來的 好了 我們講完一堆演員方面 還有一些角色方面的分配之外 我們不如再講一些是後台的 雖然大家經常看到前台 那樣樣樣的之外 其實後台還有很多人在 不如我們先從音樂方面說 很多時候看到一些單章 海報寫著說中樂領導 西樂領導 我們是怎樣分的呢 其實中樂領導也可以稱為激樂領導 是我們的掌版師傅 而西樂其實就是音樂那邊 雖然有拉鍋的 不過我們統稱就是這樣分 亦都是屬於音樂領導 而音樂領導就是我們的頭駕師傅 除了這類型之外 我們還有經常說 負責在後面叫人出場入場 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舞台監督 就是我們行內 就叫做提搶 好了 然後就是我們一個演出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我們的東西 可以送到他的台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有運輸 就是我們的氣箱 對 然後到演員出場 我們要穿得漂亮 後台就會有衣宅部門 細分就是 幫陸處的就有師傅醫生 然後幫眾人的我們就有眾人醫生 對 我們陸處是每人一個師傅醫生 對 然後我們還會有中軍 神傷去處理其他問題 除了人漂亮之外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畫面也要漂亮 我們還有畫布 即是我們的報警 對 還有台口去處理我們舞台上的問題 對 例如台上有很多道具 對 筆物館那些食手都會負責 對 因為時代的演變 所以其實有很多 我們粵劇會接觸很多不同的其他劇種 例如畫劇 舞蹈 各方面 其他 甚至其他曲種 會多了很多 是我們本身粵劇裏面 未必一定會有的職位出現 例如有藝術總監 藝術總監其實我們陸統稱為導演 但其實我們要劃分 我們要劃分藝術總監 武術總監 以及音樂總監 可能舞蹈也會有 對 還有舞蹈總監 所以是不同的範疇負責 除了這些之外 基本大家可以知道 行政上有統籌 經理 還有策劃 通常在海報或單張上 會看到有寫到的職位 除了這些之外 關於舞台上的美感問題 還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就是燈光 音樂 燈光設計 音樂設計 還有服裝設計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有機會第二天再數給大家聽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 在製作影片背後 是需要無限的動力 如果想贊助我們的話 可以通過PAYE 轉帳去迎風秋式的帳戶 記住 叫多些朋友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看影片當然要讚好留言和分享